接岸的接待中心还在施工却全遭火蛇吞噬 整栋两层楼180平全陷入火害 消防分队刚好就在对面第一时间立刻出动 布水先灌酒 但火势实在太大 甚至还出动云梯车要从制高点往下洒水 突然的一把火让附近住户们吓坏了 甚至连后方大楼的纱窗疑似因为高温而变形 火警发生在18号晚上的7点多 新闻市领口的文化三路上 前五点是接待中心的二楼 里头存放着许多模板和建材 因此下班后都会安排一人留守 当时工人先听到了爆炸声就开始冒烟 他第一时间赶紧逃生 但接待中心才刚动工一个多月 还没盖好 甚至也还没通电 怎么会发生火警 人为的问题 蛤真的哦 他们正在哪 有人写说火是我放的啊 附近民众说的就是这贴文 有人匿名在新闻影片下留言说 这把火是自己烧的 甚至还明确说出 从后门的铁皮翻入到二楼燃烧模板 目前警方朝人为纵火的方向侦办 但调阅监视器尚未发现可疑人影 还在持续追查当中 因为通知破文的网友 导案说明 但到底是真的纵火 还是只是开玩笑 还得靠警方帮忙还原 TBS新闻联主新宴 新北市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